大家好 王毅在阿联酋呼吁阿联酋使用本币结算 不使用美元 王毅在中东从伊朗 包括之前和俄罗斯 再到阿联酋 都是呼吁去美元化 王毅访问了阿联酋 在与阿联酋大公国进行访问期间 王毅说要促进中国和阿联酋 在投资中更多的使用本币结算 中国和俄罗斯外长日前会谈 也提及相同的议题 近年中俄贸易的美元结算比重 已大幅下降 同时人民大学的国际关系学院的 副院长金灿荣也声称 中国日前在和伊朗签订的 25年的合作协议中 中国和伊朗两国的石油结算 以及贸易将使用人民币 以及数字人民币 避开美元结算 根据中国外交部网站的通稿 身兼国务委员的王毅 在接受阿联酋通讯社书面专访 谈到中国和阿联酋两国合作方 除提到一带一路的建设 油气以及新能源领域 还提到了本币结算 王毅表示 要提升两国金融和投资合作水平 促进在双边贸易和投资中 更多使用本币结算 携手共建中国阿联酋一带一路 国际交易所 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 在中国广西和王毅会谈中 也提到相关的议题了 他说中国和俄罗斯应透过科技产业 自主创新推进以本地的货币结算 摆脱由西方控制的国际支付体系 遭遇美国制裁的俄罗斯 近年力图推动去美元化 BBC先前也报道 俄罗斯参与其中的欧亚经济联盟 2020年推动以本国货币交易 避免美元和欧元 这个联盟的成员国 还有亚美尼亚 白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 吉尔基斯坦 近年的中俄贸易的美元结算比重 也在下降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2015年有90%的中俄贸易 适应美元结算 到了2020年第一季度 比重下降到50%以下了 中国近年也强调人民币国际化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 2020年的6月提到 外部金融压力让人民币国际化成为迫切的课题 未来10年要加快推进 在美中贸易战的背景下 他也提到 美国许多金融机构企业在国际上以美元支付体系展开业务 但俄罗斯的经验让中国不得不提早预防 做好应对 另外 中国日前与伊朗签订 在未来25年投资4000亿美元 这个协议内容现在不公开 但中国学者金灿荣28号在个人微博账号 引述了伊朗报道 中医之间的石油结算 贸易往来将使用人民币和中国推出的数字人民币 避开美元结算 从这个阿林球到之前伊朗 还有俄罗斯 你看王毅多次提到使用本币计算 本币结算也就是人民币计算 其实都是有什么去美元化 去美元化成为现在很多地区国家的共识 因为他突然发现 这个鸡蛋如果放在一个篮子里 放在美元这一个篮子里 很危险 俄罗斯就发现了 因为美国会拿什么 拿美元结算体系 美国人控制这个结算体系 来要挟俄罗斯 控制俄罗斯 那俄罗斯一定会想 那我就不用你美元结算 换一种新的货币 那现在来看呢 取代美元的 或者是能跟美元抗衡的 未来有这种前景的是什么人民币 第一中国是世界工厂 这个人民币背后有世界工厂 所以中国这个人民币币值很稳定 各国家也愿意收人民币 另外呢 中国是未来市场巨大的一个国家 而且中国呢 也是手里边美元 持这个美债也最多的 所以相对来说啊 中国这个人民币背后有美国 这个美元做支撑 所以这个信用度也很高 另外呢 美元啊 美元大量的在世界割这个韭菜 特别是最近啊 拜登要发行这个三万亿 弄得全世界非常 我觉得全世界非常 对美国不高兴啊 就认为美国一直在收割这个世界啊 那个美元 那不就是贬值了吗 上来就是又弄就弄三万亿 1.9万亿 2万亿 3万亿 接近5万亿了 接近5万亿了 这美国就这么印钱 这个钱早就毛了 去年川普就印了多少啊 就无限的在印钱 全世界都愤怒了 我觉得中东国家也有这个想法 自己手里的美元 也一直在为美国吸食 在为美国贬值 那他一定想到其他投资领域 拿美元倒不如 拿一拿人民币 保值 俄罗斯也是有自己的想法 阿林球也是有的 另外呢 像伊朗 伊朗更是 根本就不要用美元结算了 我用其他货币结算 避免跟你美元进行结算 让你美元 美国通过他的这个 美元霸权来制裁伊朗 所以呢 我觉得美国呀 这个成也美元 败也美元 你看最后取代美元的 很可能就是美国他自己 培养出这个敌人 为什么 别人本来用的你这个美元 好好用的时候 你让他用 这样他会依赖你 反而现在是问题 不让人用了 不让人用 人家会找新的替代 如果美国呢 这个美元霸权 越是这么霸权下去 越是那么霸道下去 使用美国原的国家 反而会越来越少 那会培养出 美国最强大的一个敌人 美元最强大的敌人 现在中国有个好处啊 就是中国呢 他并不排斥美元 因为中国手里的美元 国债也很高 他和那些完全不用美元的啊 就推股自己本币的 那个不一样啊 光推自己本本 自己的本币 把美元不放在身后 作为这个 作为自己的主要资产 特别是外汇主要资产 这个你这个货币 是没有信用的 很多国家呢 相信人民币 也是因为人民币有 背后有美元 给自己做什么 做背书 人民币背后有美元 所以人民币 币值很稳定 人民币 而且是长期是升值的 只要美元 在全世界 还是有信誉 全世界呢 还是依赖于美元 那中国的人民币 跟美元一挂钩 实际上 这个流通起来 大家也是欢迎的 你从这个 其实也可以看出来 中国呢 应该不会急着取代美元 而是会和美元 走一个并行 在这个世界上并行 其他国家可以选择美元 同样 以美元 这个巨量的这个外汇储备 为背书的人民币 也是一种选择 就类似于日元 对吧 那逐渐的和人民币和日元一样 都国际化以后 都国际化以后 人民币 我觉得到时候再摆脱美元 得看什么 得看美国国力 那个时候才是合适的 现在这个阶段呢 还是先国际化 人民币先国际化 给大家有个多的选择 但是呢 我也告诉你了 中国不会抛 大量的抛美元国债 因为美元 还是给人民币做背书的 这个世界上 现在来看 美元体系 还是很稳定 只是有这几个国家出现苗头 要什么 要去美元化 只是个开始 并没有对美元产生实质性的冲击 这个大家得理解 不是说王毅跑到中东 一喊 要用人民币 美元体系就崩溃了 那你理解有点肤浅了 这只是开始 给了全世界一个选择 咱们两个国家 能不能用本币结算啊 使用本币 进行一些小量的 简单的结算可以 对不对 先开始 开始让人民币国际化 一点点来 未来我觉得还是 美国和中国国力的较量吧 中国和美国国力的较量 如果能出现一个新的 出现一个新的变化 中国超越了美国 那美元的这个霸权会逐渐逐渐的推测 人民币这个国际化会逐渐逐渐加速 那个时候才是 咱们谈这个 去美元 去美元这个结果 那个时候才真正开始 开始去美元 现在我看 还是先国际化 还是先国际化 事件最大宗的呢 还是石油 美元还是 石油还是以美元结算 所以这一点 中国还是 不可能影响到美元霸权 只能随着这个新能源 比如天然气 其他一些能源 逐渐使用了多币种交易 俄罗斯未来天然气 就是只能用人民币结算 那个我觉得还是中国 真正人民币可以立起来 那大宗商品 所有人都需要人民币了 那个时候人民币在国际上疯墙 现在来说 还是不是开始啊 所以你得有理解啊